各位嘉宾好,我柯宇瑞 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入出国移民法 这次山土通过的一些修正的重要内容 那我这个网站资料是来自于内政部 这是中华民国内政部 内政部的英文叫Ministry of Interior I-N-T-E-R-I-O 内政部 这个资料来源是移民署发布的 112年的5月30号 那跟各位嘉宾报告 今天是2023的5月31号 5月的最后一天,礼拜三 那这个资料是5月30号 昨天移民署公布的 这一次移民法是2023的5月30号 要删读通过这样 那个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那这个是24年来 移民法施行24年以来 最大的幅度的变革这样 共修正了63条 那这次修正的重点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重点就是增进移民人权的保障 保障移民的家庭团聚权 那因为考量到移民的家庭团聚权 而造的最佳利益 那外籍配偶 外籍配偶如果上偶的话 他的配偶往生 或是成为合法居留的成绩 是合法居留的外籍配偶 那所有的居留是六个月以上 然后对我国未成年子女 有抚育事实或见面交往 他持这个停留签证 进来台湾以后 可以把停留签证 持停留签证 然后到移民署服务站 办理那个居留 居留证这样 外交居留证 这个是说停留签证入国 可以去申请居留证 只要对我国未成年子女 那我们现在未成年是 成年是以18岁为标准 另外一个就是说判决离婚 还有这个假设外配没有被判决离婚 然后而且取得未成年 亲生子女的监护权 才能继续居留 现在是现行的状况 现行的 那为了保障受家暴的外配 他的居留的权利 然后放宽 放宽因为家暴 因为离婚 然后又无未成年子女 然后也无需经法院合法保护令 都不废止他的居留签证 居留许可 抱歉不是居留签证 居留许可 就是说 不论他有没有未成年子女 不论他就是 不论他有没有未成年子女 不论他有没有未成年子女 就是现在的那个新法就是说 为了保障受家暴的外配 他的居留权益 居留是六个月以上 根据移民法 那修正犯款 因为家暴离婚的 然后无论他有子女 有未成年子女 或没有未成年子女 这个我们不问 也不需要经过法院合法 这个家庭保护令 家暴离婚 我们都不会对外配 废止居留许可 这个对外配的保障 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非常大的这个进步 进步 因为现官的话 要取得未成年子女 就监护权才可以 有居留的权利这样 好我们看第二点的修正 他说稀纳又只能与人才 专业人才来台 松绑停留跟居留的规定 他说现行是规定说 现行的移民法规定 每年居住要183 然后每年 那放宽 这次移民法三图通过以后 最近五年内平均五年 他就是变成一个统计学上的平均数 μ 统计学的平均数叫μ 平均每年居住183就可以 可以 那现行的 现行的规定是 移民法是规定说 现行的规定是 每年要居住这一个 现行的规定就是说 每年要居住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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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在外国人取得永久居留部分 永久居留部分 那现行的规定就是说 要超过183 183 然后放宽 就是说 外国专业人才 他如果要取得永久居留 他的申请要件 就放宽 最近五年以内 平均数 平均每年居住183 差不多六个月以上就可以了 以便利这个白领人士 因为业务 然后他不定期的出差 然后没办法长期居住国内 所以他我们就 这个实在是修法也蛮贴心的 就是我们放宽 我们还是每一年都要五八 每一年居住要183 但是是平均数 这样好 然后新增 对我国有特殊贡献的高级专业人产 与各领域得首奖 还有投资移民者 申请人的配偶 未满18岁的子女 还有身障子女以后 都可以随同申请永居 这也是非常好的 乐见其成 这个家庭团聚权 保障 然后他说为了简化外国人 申办居留程序 对于学术研究机构的顾问 大学讲座 或外国专业人才 延南及雇佣法 所定的这个白领 我们有一个外国人才专法 外国专业人才 延南及雇佣法 所定的白领专业人才 他持免签或停留签证 停留签证是六个月以下 如果以后放宽 他得免向外交部 不用放宽 得免向外交部 免向外交部 他说免向外交部 就是说不用 不用再向这个放宽 不用向外交部 改办这个居留签证 他就是停留签证 一定要去外交部办一个居留签证 然后再向移民署 申请外交居留证 这个外交居留证是移民署 各县市服务站发的 外交居留证不是外交部发的 是移民署发的 那居留签证 因为签证的话是外国人来台 我们合法他visa 表示让他一个入国许可 所以他如果是免签证 或停留签证 现在的话是必须要向外交部 改办你这个居留签证 拿到外交部的居留签证以后 再到移民署的服务站 申请外交居留证 那现在修法以后 就是这个学术研究机构的顾问 大学的讲座教授 外国专业人才 也乃及雇佣法所定的这个 白领的这个专业人才 他假设持免签 或停留签证入国以后 我们给他放宽 不用再免向 就是免的话就服饮 免向 不用向外交部改办居留签证 就是他的停留签证 不用去外交部办理居留签证 Direct 直接进向移民署的各县市的服务站 申请外交居留证这样 他的配偶跟子女一同 假设他的配偶 子女拿这个停留签证 或是说免签进来 以往 以往要向这个 要向外交部去办理 从停留 要改办这个居留签证 六个月以上 那现在放宽了 现在修法以后就是说 本人 专业人才本人 他的配偶 他的子女 假设拿免签 进来的话 或是说停留签证 他不用再向 免向外交部改办居留签证 直接向移民署 各县市的服务站 申请外交居留证 这对外国人是非常便利的 再来就是说 为了考量便利来台的外国人 有充足的时间寻找他住的地方 还有熟悉整个台湾的就位房境 就是放宽外国人取得居留许可证 入国以后申请外交居留证的期限 这本来现在外国人他取得居留许可的话 15天里面要去办外交居留证 现在就是入国以后 就是要便利这个外国人有充足的时间找住所 还有熟悉环境 所以从15天放宽到30天 说实在的15天要找到住的地方也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也是乐见其成 此外 此外 为了延南海外侨民 海外的这个侨民返国 因为我们揽财 除了外国专业人才以外 海外侨民 也是我们揽财的对象 松绑五户籍国民 他只要持中国民国护照的话 入国 他就免申请这个入国许可 然后合法连续停留 从现在七年以上放宽 放宽为五年 每年183的话可以申请居留 以前要七年 然后每年183才可以申请居留 那现在缩短了 五年以上 每年183就可以申请居留 然后这个为了这个为了我们 国家为了延南海外侨民回国 就是五户籍国民 他如果持中华ROC的护照入国 入国的话 进入台湾的话 免就是服饮 不用申请入国许可 五户籍国民 入国也是要申请许可的 那现在新的移民法 就是说不用 申请入国许可 然后呢 合法停留 从现在的七年 每年183放宽 新的移民法 是说五年就可以的 每年183就可以申请居留 然后对于国人海外出生的子女 持中华民国护照的话 也取消申请定居的年龄限制 这个也是对于国人海外出生的 他爸爸妈妈是中华民国国民 然后他海外出生的子女 事实上他也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他如果持中华民国护照的话 取消定居的年龄限制 申请定居 他的年龄限制 我们就把它取消 这个是非常好的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来介绍 这个移民法第三个修正部分 就是强化人流管理 这是国境管理 刚好我在警察大学国境系服务 这跟我们息息相关 整部移民法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因为移民法就是我们研究的课题 重要的法令之一 新的移民法强化人流安全管理 增定处罚的太阳 增定处罚的这个太阳 还有修正这个收容的规定 新的移民法 他就为了防度外国人 预取制台 从事非法违法或违规的活动 行事 违害社会安全 那预取停留的罚款 本来现在是从两千到一万 那两千到一万 所以现在那个移民署 有扩大自行道案 移民署给他采罚最低的是两千块 为什么移民署可以给他采罚最低两千 因为现在就是预取停留 就给他罚两千 所以扩大自行道案 好像六月底 就截止了 就第一个 他不用拘留 不用收容 然后再来就是 他自行道案的话 就不用 不会给他管制入国的期限 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 较两千块就可以了 这两千块从哪里来的 就是现阶段 预取停留的罚款 是从两千块到一万块的 那新的移民法 2023 今年的五月 这个月的 昨天 礼拜二 五月三十号通过的新的移民法 加重 预取停留就变成一万到五万 一万到五万 一万到五万 然后延长禁止入国的期间 就是增加到七年 增加到七年 所以就是为了防止 防渡了 外国人预取停留 外国人预取停留的话 在台湾可能就是从事 违法活动 或违规活动 然后为了杜绝这种情势的话 所以预取停留的外国人 他罚反 这个 预取停留的话 我们是单纯处于行政法 罚反的话是行政法 罚金的话才是行事法 好 跟各位嘉宾报告 罚反 现在是两千到一万 那现在新的移民法 三途通过的移民法 就是 罚反 预取停留 得罚反 是一万到五万 然后延长禁止入国期间 到七年 另外新的移民法 也增定 违规的法者 媒介外国人从事不法 不符合 停留 拘留 原因活动者 二十万到一百万 二十万到一百万 就是 这是媒介 美国人从事不符合 停留 拘留 原因活动者 在移民法里面 停留是指六个月以下 居留是指六个月以上 可以处二十万到一百万的法法 这个也是媒介的话 就是这个broker的话 我们给他处罚二十万到一百万的行政法 行政法 媒介外国人从事不符合停留 拘留 原因活动的话 新的移民法 对这个媒介者 众介者 媒介者 给他处 最低是二十万的新台币 最高是一百万 然后如果 如果是意图 所谓的意图的话 就是目的的 我们法律里面的意图就是目的的 意图使 欲取停留的外国人从事不法活动 如果他 他这个 前面这个是说媒介外国人从事不符合停留 拘留原因的话 我们的法法是二十万到一百万 那假设 意图使欲取停留者从事不法活动 这个媒介 媒介的话是处二十万到一百万 那容留呢 假设意图使欲取停留 拘留的外国人从事不法活动 而容留 容留欲取 欲取停留拘留的人 或是说常理 或是说隐蔽 欲取停留拘留的外国人的话 最低就从二十万起跳 最高达到一百万 最高达到一百万 所以 这个 意图使欲取者 欲取的外国人从事不法活动 而容留 而常理 而隐蔽 所以容留 欲取停留的外国人 常理 欲取拘停留的外国人 隐蔽 欲取 拘停留的外国人 它是处六万到三十万的法法 媒介还是比较重的 媒介外国人从事不符合停留拘留原因的话 最低就从二十万起跳 最高达到一百万 那如果是容留 容留 欲取拘停留的外国人 或是说常理 欲取停留拘留拘留的外国人 或是说隐蔽 欲取停留拘留拘留的外国人 它最低的新台币 是从六万起跳 到三十万的法法 这也是法法 六到三十万 就是说容留 常理 隐蔽 欲取停留拘留拘留的外国人的话 它的罚款是六万块到三十万元 六万到三十万 所以容留常理隐蔽的处罚比较轻 每一届外国人从事不符合 从事许可目的以外的活动的话 二十万到一百万这样 那为了强化中华民国的国境安全管理 有死外国人或无无籍 无户国民非法入国的话 一到七年 或一百万以下的罚金 贺阻不法 这个叫做 死外国人非法入国罪 死无户籍国民非法入国罪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或一百万以下的罚金 这个就是 这是犯罪行为 所以 所以这次的移民法修正 三途通过的移民法 它除了在行政法提高罚金方面 在媒介外国人 总是许可目的以外的行为 这个媒介的行为是二十万到一百万 这是罚缓 罚缓 然后如果是 中流 常逆隐蔽 欲取停留居留的外国人 中流 中流的话是六万到三十万 常逆也是一样 常逆欲取停留居留的外国人 也是六万到三十万 隐蔽 使那个欲取停留居留的外国人 隐蔽的话 也是六万到三十万 然后使外国人非法入国的话 这个是个犯罪行为 一到七年 或一百万以下的罚金 罚金的话就是刑事法 使五五几国民非法入国 也是一到七年 出一百万以下的罚金 这也跟草案一模一样 然后此外呢 此外 为了确保 执行这个强制驱逐出国 我们对外国人叫强制驱逐出国 强制驱逐出国 强制 我们对五五几国民叫强制出国 对外国人叫强制驱逐出国 对大陆人叫强制驱逐出国 不一样 驱逐的话 所谓的驱逐就是把一个人驱逐到国境线以外 对大陆人为什么叫强制驱逐出境 不叫强制驱逐出境 因为两岸是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是把大陆人驱逐回去他的大陆 叫强制出境 那对外国人呢 我们叫强制驱逐出国 那五五几国民呢 这本来就是中华民国 本来就是五五几国民的家 所以我们叫强制出国 驱逐 驱逐是驱逐国境以外 对五五几国民 我们不叫强制驱逐出国 我们叫强制出国 对外国人 我们才叫强制驱逐出国 出去中华民国 驱逐是驱逐到国境线以外 所以强制驱逐出国 是针对外国人的专门用语 修正 违反收容替代处分者 得再一次的占领收容 就是违反收容替代处分 收容替代处分的话 就是不用把他关起来 那就是他违反收容替代处分的一些要件 条件 加诸于外国人的这个 要遵守收容替代处分的这个条件 结果他给他违反了收容替代处分的要件的话 的那个附加的要件的话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给他占领收容 这个叫做再占领收容 再的意思就是again 再一次的占领收容 然后且重新起算 再次收容期间 就是他收容期间就是again 因为他是再占领收容 所以他那个收容期间的起算 就是再重新起算 然后增定了一个再延长收容 再延长收容 以因因不可抗力因素 无法遣送的情势 这样 我们对外国人是占领收容15天 序与收容45天 这样就是 占领收容15天 序与收容45天 15加45就是60 然后再来是延长收容40天 100天 然后他现在有增加一个再延长 再延长收容 每次再延长收容是40天 没有次数的限制 就是这样 就是从40天 100天以后 再 占领收容是15天 接下来就是序与收容 占领收容是接序 序与收容45天 15加45就是60 现况 然后序与收容 还是没办法把它强制驱逐出国 再来就是延长收容 延长收容对外国人是40天 所以60加40天 变成100天 100天以后 就要把它放出去 那现在有一个 如果他 他那个有不可抗力因素 无法遣送的话 可以再延长收容 再延长收容 100天再加40天 那是可以加几次呢 N次 只要有需要的话可以 所以理论上应该 实际上可能就会出现 真的是没办法遣返的话 可能会有好几年 都在收容所的寝室的这样 我以前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跟李正山大法官 有去参加过 那时候叫禁儒 在那个台北收容所 台北收容所 那那个 台北收容所 三想那边 台北收容所 结果有人 曾经被收容了五年以上 有的好像是很夸张到十年 那现在这个情形可能会出现 因为他没办法遣返 好 第四个修正的话就是 律师经营移民业务 增定就是受强制驱逐出国程序 或面谈时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这个非常好的 就是律师经营移民业务 就是新增加的 然后再来就是 外国人受强制驱逐出国的程序 在这个过程里面 律师可以在场 还有面谈的时候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这样 委任律师在场 这是入出国移民法修法的第四个重点 就是因应律师法开放律师办理移民业务 现在律师 因为律师法开放 律师可以办理移民业务 然后增定律师事务所 申请经营移民业务程序 还有违反移民法规则的法律效果 所以说这个外国人受强制驱逐出国程序里面 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然后面谈的时候 面谈的时候也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这样 好 他说 受保障外国人的人权 兼顾国家安全 受强制驱逐出国的外国人 与陈述意见或审查会的时候 以及国内进行面谈的当事人 他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这个不错 就是受驱逐出国的外国人 他在陈述意见的时候 或是在审查会的时候 有一个强制驱逐出国的审查会 那时候律师可以 委任道歉 外国人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还有 与国内进行面谈的当事人 也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但其在场有害 危害到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 或影响程序进行者 移民署得禁止或限制之 移民署得禁止或限制之 各位嘉宾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介绍 这次入出国移民法新修正的 三读通过的新法 他还有一些新的规定 就是说 在这一个 他新的规定这一部分 还有一个新规定的话 就是说 刚才有跟各位嘉宾报告 为了保障受家暴的外籍配偶 拘留权利 放宽 因为家暴离婚 没有再婚的话 他不废止他的 拘留许可 拘留许可 然后 在这个 打击人蛇方面 使外国人 非法入国 或使文户籍国民非法入国 是一到七年 一百万以下 如果是人蛇集团的 手脑 舌头的话 就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舌头的话 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千万以下的罚金 未遂犯也处罚 那我建议是 未来必备犯也可以处罚 就是舌头 哪方面的舌头呢 使外国人非法入国罪的 舌头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千万以下的罚金 未遂犯也处罚 还有 使五户籍国民非法入国罪的舌头 舌头也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千万以下的罚金 未遂犯也处罚 我建议以后 未遂犯也可以处罚 然后受禁止出国处分 而持用伪造变造 或冒用护照或旅行证件出国查验的话 这个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九万以下的罚金 这就是说 受禁止出国处分 擅自出国罪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九万以下的罚金 受禁止出国处分 持用伪造的 辩造的 或冒用的复造 或旅行证件出国查验 就是 受禁止出国处分 擅自出国罪 三年以下 他这个也是个犯罪行为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九万以下的罚金 这样 这个好像他的刑期好像没有加重 目前好像也是这样 三年以下 就是受禁止出国处分 擅自出国罪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九万以下的罚金 那刚才 刚才有提到 就是移民法三十五条 跟六十五条 过去外籍人士 就是现在 面临这个强制驱逐出国 申请停留 拘留 永久拘留 需要面谈 这种程序性的规定 陈述意见的时候 都不能委任律师代偿 可能导致外籍人士 不熟悉中华民国的法规 或语言隔阂 然后被拒绝以外 实体的程序 实体的权力跟程序的利益 都受到严重影响 那现在可以的 现在可以的 在移民法三十六条跟六十五条 三十五条跟六十五条 就是在面谈的 外国人在申请停留 拘留 永久拘留 他需要面谈的时候 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在强制驱逐出国 强制 面对强制驱逐出国 可以继续之语的 就是不能聘请违任律师 因为缺乏实际的判断标准 被删除掉了 这样 删除掉了 那 依据三读条文 在移民法的三十六条 第五项 六十五条第三项 申请人或当事人 在行政程序里面 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就是在面谈的程序里面 或者说面临强制驱逐出国 或审查会的时候 都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那除了有 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之余 移民署可以限制 限制或禁止之 那之前移民署有提到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违反社会秩序之余 那违反社会秩序 违反社会秩序 这个部分就被 就被删除了 被删除了这样 被删除了 好 那 跟这一次修法医纳入的儿童权力公约 的那个儿童罪加利益 还有消除妇女 一切行事 歧视公约 来特别保障外配的团聚权 好 那 未来不论是移民儿童 就是说 就是说 遭受家暴 这个离婚的 那个 配偶 外配 只要具有那个福育的事实 和一定的要件 好 就能申请拘留 好 在台湾 不用被强制 强制驱逐出国 好 就只要有福育的事实 好 福育的事实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移民署做的四张简报 我觉得移民署这四张简报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入出国移民法 好 这次修正的这个 嗯 这是他修正的 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那个 修正 三读通过的修正的这个 重要的内涵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四张简报 好 四张简报 第一章 好 这是四字一嘛 第一章 第一章的话 这次移民法三读通过 2023年5月30日移民法三读通过 修正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 增进这个移民人权的保障 保障外配的家庭团聚权 当然不是外配 就是外籍人士的家庭团聚权 与儿少的最佳利益 所以 为了保障家庭团聚权 和儿少的最佳利益 所以这次修法 有纳入儿童权力公约里面的 儿童最佳利益的原则 还有消除妇女 一切刑事的歧视公约 来保障外配的家庭团聚权 好 这个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停留改居留 只要有服役未成年事实的话 他有两个条文 有两个部分 一个23条 他上偶 然后呢 在台有未成年子女 这样的话 而且有服役未成年子女 这样的话 他停留可以改居留 他停留可以改居留 这个是移民法的23条的规定 23条的规定 这个就是说 他对我国未成年子女有服役的事实 或会面的事实 那他是停留签证 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签证 签证 签证 签证是外交部对外国人要来台湾 签证是对外国人主权行使的一个象征 所以签证是外交部合法的 停留签证 六个月以下 入国以后 可以申请拘留 可以申请拘留 那要有两个要 就有两种情形 一个是上偶 然后在台有未成年的子女 这是23条 然后成为合法居留的外籍配偶 然后再加上在台有未成年子女 曾经为合法的居留的 居留是六个月以上 外籍配偶 再加上在台有未成年子女 这样的话 他持停留签证 停留签证进来的话 他可以去改 他可以 他持停留签证 他可以改居留签证 他持停留签证入国以后 进入中国 进入中华民国以后 可以申请这一个居留 就是说 第一个 他是外籍 他23条两种情形 第一个是上偶 再加上在台有未成年的子女 这样 他可以停留改居留 他即便是持这个停留签证 入国以后 他可以变成居留 这样 向移民署申请外交居留证 另外一种情形 规范在23条 成为合法居留的外籍配偶 然后再加上在台有未成年子女 在台有未成年子女 他只要有服役的事实 或会面交往的情形的话 都可以把停留签证改成 进来以后 向移民署各县市的服务站 申请外交居留证 最主要的一个要件就是 他一定要有服役未成年子女 这是儿童的最佳利益 然后另外一个情形是31条 遭受家暴离婚 也是可以继续拘留 他不一定要遭受家暴离婚 他没有说一定要有未成年子女 这是为了保障受家暴的 因为他是家暴人 他也是家暴的受害人 家暴的受害人 所以他遭受家庭暴离婚 得可以继续拘留 为什么呢 为了保障受家暴的外籍配偶 拘留的权利 放宽 修正 这个新的移民法 放宽 因为家暴离婚 他不管是有未成年子女 或没有未成年子女 都不需要经法院的合法保护令 也无需经过法院的合法保护令 均不废止他的居留许可 这个就是 俗称房家暴条款 那这次有精进 这是房家暴条款的第二版 那刚才跟贵嘉宾报告的 就是他持停留签证 进来可以到移民署 办理外桥居留证 他一个很核心的要件 就是有服役未成年子女 或是会面交往 所以他有两种情形 一个是上偶 他的配偶已经死掉了 再加上在台有未成年子女 他有服役未成年子女 他有服役未成年子女 这是规范在移民法二三条 另外一种情形是 澄清为合法居留 居留是六个月以上的外配 然后再加上在台有未成年子女 那也是在移民法二三条 所以事实上这个外配 外配他持停留签证入国以后 他可以申请居留 然后去移民署服务站申请外桥居留证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他对中华民国未成年子女 有服役的事实 或会面交往的事实 这是未成年子女 第二个新的移民法修正的要点 就是营造幼稚友善的揽财环境 松绑停留跟居留的规定 移民法的停留是六个月以下 居留是六个月以上 第一个 友善海外侨民的措施 在移民法第五条 原则上是海外侨民回国的话 免申请入国许可 这个规定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友善海外侨民的措施 修正重点第二点就是 营造优质友善的揽财环境 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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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在这个友善海外侨民措施方面 原则上是免申请入国许可 这规范在移民法第五条 然后 拘留 连续 申请拘留的要件 就是 本来是说现行要七年 现在是连续停留五年以上 然后每年居住183 以上者就可以申请拘留 就是对放宽这个拘留 要申请拘留的这个 本来是 为了吸纳外籍优秀人才来台的 在外国人取得这个 在外国人取得这个 在外国人取得这个拘留方面 拘留方面 不是外国人 就是 这个是那个 不是外国人 抱歉 这个是海外侨民的这一部分 海外侨民这一部分 如果他要申请拘留 友善的海外侨民措施方面 要申请拘留的话 连续停留五年 五年以上 现行是要七年 把七年就是减两年 七减五就等于二 缩短了两年 连续停留五年以上 然后呢每年居住183 183的话 好 这个就可以申请拘留 这是给友善海外侨民 的措施 然后在定居方面 好 国外出生的国人子女 好 定居的话 他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好 没年限制 那现行的话 在未成年 这个新修正的移民法的 规范在第十条 这就是说定居 要申请定居 好 这个海外侨民要申请定居 的话 他如果是国外出生的国人 中 他的父亲或母亲 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 这个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出生的小朋友 因为我们的国籍法是属于 属人主义 所以他 即便是在国外出生 他也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当然 他要申请定居 没有年龄的限制 现在是要 现在是有 定居的话 是有年龄的限制 是要未成年 那现在把它放宽 这规范在 第十条 然后再来一个 友善这个 营造友善 优质友善的染财 房间里面有放宽 永居者 在一台居住期间的限制 他说 有每年居住183 放宽为最近五年 平均183以上 183以上 这个意思就是说 永居者 永居者就是说 在外国人 外国人要取得 就是为了吸引外籍专业人才来台 还有留台 留在台湾 外国人取得永久居住的部分 现行规定是 每年居住 每年居住要超过183 那放宽为最近五年 最近为五年居住 平均居住 放宽为最近五年 平均居住183以上 这是在移民法的 33条 就可以申请永居者 申请永居者 在台的居住期间的限制 特殊贡献 特殊贡献的外国人 高级专业人才的外国人 他的配偶 他的子女可以随同申请永居 申请人的配偶 未满18岁的子女 及满18岁的身障子女 也可以随同申请永居 在移民法的25条 申请人的配偶 外国人的配偶 未满18岁的子女 还有已经18岁的 身心障碍的子女 可以得随同申请永居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移民署做的简报 这个移民署做的简报 非常非常好 很精简 但是可以把整个 重点都把它 点出来 外国人的预取停留的话 在强化人流安全管理 国境人流管理 加重罚者 加重罚者 还有增定处罚的太阳 在加重罚者方面 第一个 预取停留的法法 外国人预取停留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处理行政法 所以叫法法 一万到五万 现实是两千到一万 这是规范在移民法里面的 新的移民法里面的七四之一条 预取停留的是一万到五万 这个政党协商的结果 本来好像是三万到十五万 后来协商到一万到五万 预取者的禁止入国期间是七年 现行是三年 这是规范在新的移民法18条 预取停留的外国人 他禁止入国的期间 预取停留者 他禁止入国的期间 从现在的三年变成七年 就是三加四 延长多了四年 变成七年 变成七年 这规范在移民法的18条 预取者的禁止入国期间 现在变成延长到七年 继续跟各位嘉宾报告 在预取停留 预取者禁止入国期间 现在改为七年 本来以往是三年 现在再加四年变成七年 这规范在移民法18条 然后征定主法的太阳部分 意图使预取停留者 从事部法 而容留 常利或隐蔽的话 这规范在移民法 其实四条之一 这就是六万块到三十万 六万块到三十万 六万到三十万 意图使预取者 从事部法 而容留 容留 意图 意图就是目的嘛 是 预取停留者 预取停留 预取者 从事部法 活动 而容留 容留 常利 然后或隐蔽 是处 罚凡 裁罚六万到三十万 这是移民法七十四条之一 每一届从事 不符合停留 从事许可目的以外的活动的话 是二十万到一百万以下的罚凡 这媒介的话 媒介的话是给他处罚二十万到一百万的罚凡 媒介 就是媒介 媒介外国人从事不符合停留居留活动 原因的活动 处罚行政法 行政法 罚凡是行政法 二十万到一百万 这规范在新的移民法七十四条之一 然后使外国人非法入国罪 或是说使无户籍国民非法入国罪 一到七年的有期徒刑 或一百万以下的罚凡 这规范在七十二之一条 受禁止出国处分 而持不实的护照或旅行证件 出国查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九万以下的罚凡 这规范在七十四条 就是说受禁止出国处分 善治出国罪 受禁止出国处分 而持用不实的护照 或持用旅行证件出国查验的话 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是九万以下的罚凡 这规范在移民法的七十四条 所以征定处法的样态总共有四个 这个新法里面有 其中有两个行政法 第一个就是 融流、意图 目的是使预期者从事不法活动 融流、隐蔽、隐匿或藏壁 这个违规的行为 是处行政法、罚款六万到三十万 然后媒介从事许可目的以外的活动 二十万到一百万的罚款 这规范在移民法的七十四条之一 使外国人非法入国罪 或是说使无几国民非法入国罪 这一到七年有期徒刑 一百万以下的罚减 这规范在七十二条之一 那使受禁止出国处分而善自出国罪 持用不时的护照或旅行政见出国查验的话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九万以下的罚金 这是移民法的七十四条 这个罪名叫做受禁止出国处分善自出国罪 受禁止出国处分 持用不时政见出国罪 然后上面那一个就是使外国人非法入国罪 这个非常重 一到七年或一百万以下的罚金 使无无几国民非法入国罪 也是一到七年 一百万以下的罚金 这样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移民署做的第三个简报 第三章的简报 强化人流安全管理 保全执行强制驱逐出国 这个的话就是说 违反收容替代处分的话 可以再收容 违反收容替代处分可以再占与收容 再次收容期间重新起算 这规判在移民法的三十八条之八 就是违反收容 收替处分者 再与收容 然后再次收容期间是重新起算 三十八条之八 然后增订再延长说 这是规范在三十八条之事 再延长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继续跟各位嘉宾介绍 在这个强化人流安全管理 保全执行强制驱逐出国 的区块 2023 5月30号新修正的移民法 它是这样 在三十八条之事里面有增订一个再延长收容 因为不可以抗力 不可抗力自无法强制驱逐出国 强制强制驱逐出国 这是第一个要件 再来 再来就是外国人是未经许可入国的 再来就是触犯了国家安全法 我们台湾有一个反渗透法制罪 有罪判决确定 判决确定 然后移民署会伤其他有关机关 像海巡署其他机关 认为有继续收容必要的话 向法院申请再延长收容 每次不得遇40天 那有没有次数限制? 没有 每次 我们现在对外国人的收容 就是占领收容15天 再来就是序语收容45天 15加45是不是60 然后再加上40 延长收容 然后这次新的移民法有一个 新增一个机制 就是向法院申请再延长收容 那每次不能超过40天 没有时间的限制 没有次数 N次都可以 但是大前提就是要经过法院的同意 而我觉得这次的修法也是有考量到 因不可抗力因素 至无法强制驱逐出国 你把它放出去好像也不是很OK 再加上他又触犯了未经许可入国罪 然后再加上他又触犯了国家安全法 反渗透法的罪 事实上也是一个犯罪分子 就是这个把它放出去 爬爬罩 说实在的 情理法都讲不过去 但是如果要给他强制再延长的时候 也要兼顾到他的人权 所以要经过法官 严格的法官保留 事实上这个 这样做法的话 事实上是可行的 可行的 至少有法官来审查 对不对 有法官来审查 好 再来这是新的移民法的修正草案 第四个修正重点 律师经营移民业务 受强制驱逐出国程序或面谈时 外国人受 不是律师受强制驱逐出国 是外国人受强制驱逐出国的程序里面 或面谈的时候 可以委任律师到场 在新的移民法55条里面 他有规定 征定律师经营移民业务程序 律师事务所 可以向移民署领取注册登记证 这个是向移民署领取的 那违法的法律效果 规范在75条 79条 86条 87条 课语罚 或注销 这个律师的注册登记证 好 律师有什么权利呢 律师根据移民法 36条 65条 他有律师在场的权限 然后呢 受强制驱逐出国的外国人 于陈述意见或审查会的时候呢 他律师可以在场 就是外国人受强制驱逐出国 陈述意见的时候 或审查会的时候 律师有在场权 然后再来 于国内面谈的时候的申请人 可以委任律师在场 但是他的在场有危害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之余 余的话是possible 可能性 或行为不当 足以影响现场秩序或程序进行折 移民署禁止或限制制 就是说 外国人受到强制驱逐出国 强制驱逐出国的行政主任 他在陈述意见的时候 律师可以到场 或者说审查会 因为强制驱逐出国有个审查会 在审查会的时候 律师也可以出席 也可以在场 然后在国内进行面谈的时候 因为外国人他要申请这个 外国人他要申请这个停留 他要再申请停留 居留的时候 面谈的时候 面谈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律师也是可以到场 这样 就是说外国人 要申请 在面谈的时候 要申请停留居留 面谈的时候 律师可以在场 然后 移民署禅读也新增 外国人 大陆地区人民 香港或澳门居民 有严重侵害到国际公认人权的行为者 禁止他入国 并针对曾经预取停留 居留或非法工作的外国人 延长他禁止入国的期间 从现行的至少一年 不超过三年 延长到一到七年 这样 一到七年 那这个就是说 外国人或大陆人民 大陆居民 或港澳大陆人民 或港澳居民 有严重侵害 国际公认 违反人权的这个行为 移民法可以禁止他入国 这个也是新修正的一个条文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移民法里面的 他的移民法里面 他的这个再延长收容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再延长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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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 这是关系到这个外国人的人权 他是规范在移民法里面的 每次不超过40天 再延长收容 规范在这个38条之事 38条之事 我们看一下38条 移民法草案里面的 这个 这个是行政院通过 这是行政院的这个 行政院的这个 入出国籍移民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的总说明 好 那我们看一下38条之事 这个38条之事 再延长收容的机制 这个对外国人 这个修法里面 就这个 对外国人的这个 影响非常非常重大 尤其他人身自由权 所以他要适用法官保留 这样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8条之事 这个是草案 也是修正过的版本 他说 这是草案 修正过的版本 离这个好像没有很远 这样 我们看一下 他说 暂与收容期间 戒满前移民署认为有 蓄与收容的必要者 应于期间 这个期间是暂与收容期间 戒满12345 5天前 户具理由向法院 申请裁定 蓄与收容 这个法院的话 是本来是在地方法院 那我们有全国有22个县市的地方法院 地方行政庭 那现在地方法院的地方行政庭 地方行政庭 地方行政庭 现在改放在这个 放置在这个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里面有地方行政庭 所以高等法院里面 高等行政法院里面有地方行政庭 还有高等行政 地方行政诉讼庭 还有高等行政诉讼庭 全部都放在高等行政法院里面 就是高等行政法院里面 它有分两个庭 一个是地方行政诉讼庭 一个是高等行政诉讼庭 这样 这个是要向法院申请 这个必须要向高等行政法院里面的地方行政诉讼庭 申请裁定蓄与收容 蓄与收容期间 这个是38条知识的第二项 借满前 因为受收容的人所持的负招或履行政见 遗失或失效 尚未能犯发、补发或延期 或是说因为天然灾害COVID-19 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 致无法强制驱逐出国 金医民署认为有继续收容的必要者 因为期间借满5日前 这个期间是什么期间 暂与收容是15天 接下来是蓄与收容45天 蓄与收容是45天 因于蓄与收容届满5日前 互距离有向法院申请裁定延长收容 然后呢 他说蓄与收容的期间 至暂与收容期间借满时期算 就是暂与收容满了 然后再加45天 最长不能超过45天 这是蓄与收容 延长收容的期间 至蓄与收容见满之时期 最长不能超过40天 所以的话 暂与收容是15天 然后暂与收容 暂与收容 暂与收容是第一阶段是15 最长是15天 第二阶段是蓄与收容 蓄与收容最长是45天 15加45就是60天 再来 再来的话 这个 这个是我看他的夜数 我这边也有纸本 我一方面打开电子档 一方面也看一看我这个 因为我刚好有把它列印出来 因为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也把它列印出来 这个蓄与收容的期间 就是暂与收容 借满时期 算好最长不能超过45天 所以蓄与收容就是 暂与收容15天 蓄与收容45天 15加45就是60 然后再来延长收容 第三阶段就是延长收容 60天加加40天 对于100天 好 那对大陆人 对大陆人的话 是在延长收容是50天 不能超过150天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 画现的就是这次新修法的内容 前向延长收容期间 借满前 是不是100天了 受收容人 因为我们经过收容 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暂与收容15天 再来是蓄与收容45天 15加45就是60 然后再来是延长收容40天 就是100天 好 前向延长收容期间 借满前100天了 满100天了 之前 受收容人因天然灾害疫情 COVID-19等不可抗力因素 至无法 至无法强制驱逐出国者 有下列情形致益者 分别会商 要分别 会商哪些国家 哪些司法单位 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 台委会的海巡署 国家安全局 及其他相关机关 认为有继续收容的必要者 知必要者 因于期间届满5日前 就是延长收容 届满5日前 就是大概是95天左右 户居理由 移民署户居理由 向法院 这个法院的话 就是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诉讼庭 高等行政法院里面有两个庭 一个是地方行政诉讼庭 一个是高等行政诉讼庭 这样 那现在之前 今年的民国112年的8月以后 我们那个行政诉讼庭 地方行政诉讼庭 现在本来有22个 全部移到高等行政法院里面 有设置一个地方行政诉讼庭 那现在全国有三个高等行政法院 一个是北高行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中高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高高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里面 有设地方行政诉讼庭 像这个高等行政法院里面的地方行政诉讼庭 申请裁定再延长收容 为什么不用判决 因为他这个是说 是确保他把他强制驱逐出国 是一个程序性的 法院针对程序性的那个裁判 我们就要裁定这样 再延长收容 所以100天以后有一个再增加一个 再延长收容 第一个未经许可入国 未经许可入国 第二个曾经犯了这个国家安全法 国家安全法或反渗透法之罪 经有罪判决确定 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经有罪判决确定 那前向再延长收容的期间 之前至延长收容期间届满时起 就100天 每次延长不得超过40天 最长不得超过40天 每一次哦 所以100再加上40就是140天 然后140天再加40天 180天 再加一次 180天再加40天 就是220天 220天再加40次 260天 260天再加40次 40天 300天 300天再加40天 340天 这样一直加上去 那有没有次数的限制 没有 那第四项 在延长收容之申请 准用行政诉讼法第二篇 第四章 关于延长收容申请事件程序的 一个规定这样 一个规定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一个 呃 这一个 呃 立法理由 他说 经查亚洲先进国家日本 韩国新加坡立法力 并没有规定所有外国人的最长期间的限制 没有 没有 然后这个 传染病防治法45条第三项规定 地方主管机关于前项隔离治疗期间超过30天 因此此每隔30日令请两位专科医师重新鉴定有无继续隔离治疗的必要 据此病患如今鉴定有隔离治疗之必要即可继续隔离并没有次数的限制 又以我国宪法二三条有关法律保留原则还有比例原则的规定 为了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 维持公共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 得以法律限制宪法锁定的基本人权包括人身自由 那本次增订再延长收容规定限缩适用对象 有把它限缩它的适用对象 适用的对象为什么呢?高风险对象 且因为怎样呢?高风险的对象 High Risk 且因为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自无法执行强制去出国 而高风险对象包含未经许可入国或曾经犯下的国家安全法的罪名 经有罪判决的确定 而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它是经有罪判决的确定 因未经许可入国的目的系入国从事非法活动 而曾犯国家安全法或反渗透法之罪 经有罪判决的确定者以危害我们国家安全 这一类高风险的对象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或社会治安极具危险性 这个立法理由也是有道理 可显见 但是国家安全法里面的 当然它未经查验入国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我们也是不排除 可预见其将再度造成危害 有严加预防的必要 而且它未经许可入国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未经许可入国 它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风险 此外移民署申请再延长收容前 亦需会商相关机关意见 及未经许可入国要会商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 还有其他相关机关的意见 曾经犯下国家安全法或反渗透法之罪的话 移民署会商国家安全局 还有其他相关的意见 以确认必要性 必须向法院申请裁定 必课尊这个法官保留原则 还有正当法律程序 一言之 再延长收容符合宪法23条 法律保留原则 与比例原则 司法院4-408 708 710号 解释意志 还有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力 都可以把它 符合 都把它符合 好 这是它的立法力 立法力 所以说它这个它有提到说 有提到说这个 另外天然扎害 还有那个 且反 作业程序恢复正常的时候 移民署就是需 尽速来执行 强制驱逐出国或遣送 不得再延长收容 因此 再延长收容 期间 并非无期间限制 所以中上 于天然灾害 疫情 如严重特殊的传染病 传染性的肺炎 这个疫情 不可以抗力的因素消失 且恢复得正常执行 强制驱逐出国 受收容人出国前 未落实的外来 对于外来人口 这个人流安全管理 继续维护 以及维护我国社会治安 国家安全 还有社会 卫生的医疗体系 并达到了保全 强制驱逐出国 收容人出国之目的 荣有延长收容 再延长收容 的必要性 所以就修正了第二项 规定 增定了第四项 还有第五项 那特别留意的话 它是没有次数的限制 没有次数的限制 这样 以上是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 特别留意的是说 38条新修正的入出国移民法 38条之四 38条之四 这个前项再延38条 这个移民法的38条之四 前项再延长收容期间 这是100天满了以后 再延长收容的期间 至前次延长收容期间 借满10期 100天借满10期 每次最长不得超过 每次最长不得遇40天 没有次数的限制 所以这个 跟各位嘉宾报告 特别留意一下 不过它这个至少还有 还有经过这个法院保留 向法院申请裁定 基本上还是符合这个 严格的法官保留 基本上对外国人的人权 至少还有一定的那个 一定的这个 保障的这个程序 透过这个法官保留 对外国人的人身 人身心态 不至于说过于严重就对 也就是说 在这个外国人的人身 自由跟这个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点 事实上也是不容易 至少 至少这个新的移民法 38条之四 有一个很可取的地方 就是说 移民署先会跟海巡署 还有国安局 还有其他机关会先会商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个100天 期间借满 延长收容 借满五日前 会户具理由 向法院申请裁定 再延长收容 所以说这个 再延长收容 超过100天的 再延长收容 第四阶段的 再延长收容 基本上由法官来 来审查 事实上也是 对外国人的人身 自由 保障 至少 至少还有法官 这一道程序 可以来保障 外国人的人身自由 还勉强可以接受 然后 这个 这个 他每次最长40天 再延长收容 每次最长40天 没有次数的限制 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 因为这个 积压法 这个 积压 像刑事输送法 最长积压 这个 重罪的积压 它有一个 连限的限制 本来是8年 后来变成6年 对于这种 无法遣送的外国人 是不是也要定一个 天花板 我是觉得 恐怕 也要来 考虑考虑 如果 假设他遣送的 关了10年 还不能把他遣送出去 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总不能给他 一直给他关下去 这个 就是 关 这个说往无期限 好像 像 积压的话 这个积压的话 这个积压的话 妥数审判法 让我想起来 妥数审判法 最长的积压 连限本来是8年 现在变成6年 那我们这个 移民法38条之四 这个妥善审判法 它最长 积压期间也是6年 那我们这个 移民法38条之四 这个 每次最长 不能超过40天 它最高的 收容 这个 移民收容的 那个年限 是不是也应该 再向 妥数审判法 妥数审判法 来看起 现在妥数审判法 最高的积压年限 是6年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 比照一下 6年以后 延长到6年以后 6年 6年的话 是几天 一年的话 有365天 乘以6年的话 就是 2190天 就是 一年是365 乘以6年 2190天 就是 2190天 还是没办法遣送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一个其他的替代方案 总不能一直把他关下去 把他送往下去 这个 一给他送到死 好像也是不大可行 他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 即便他是外国人 违反了国家安全 给他定罪的话 搞不好早就出狱了 违反了反渗透法 即便被定刑搞不好都比6年还短 国家安全法要通过6年的罪 好像不多 这个要查一下 我意思是说 即便触犯了国家安全法 即便未经许可入国 触犯了未经许可 移民法的未经许可入国罪 真正给他发监执行 搞不好都比6年还短 所以是不是 即便违反了未经许可入国罪 最高关几年 是不是我们移民说 我们就不能超过他的那个连线 即便触犯了国家安全法 最高的那个 有期徒刑的那个 天花板的那个有期徒刑的罪 我们移民说 也不能超过他那个期限 即便违反了反渗透法 最高的天花板的那个 有期徒刑的罪 我们移民说 也不应该把它超过他的罪 这个恐怕 这个无限制的说 也是违反了比例原则 我觉得 还是有违反 违反宪法23条的规定 这个是以上 是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 非常感谢你的聆听 谢谢你的聆听 谢谢 谢谢